六一儿童节是一个让我们回忆起童年的日子 对于大人来说 它是一个关于责任和成长的节日 但是在今天 我们却可以选择放下这些负担 让自己回归童真 今天我们做的就是一份非常可爱的美食 西瓜冻 把西瓜对半切开 取中间一圈 挖出果肉 把纸去掉 切成小块 西瓜150克 刷奶300克 打成西瓜奶昔 西瓜皮操伤棍子 海昔倒入西瓜皮里 表面点缀上蓝莓 很可爱的西瓜雪糕就完成了 再放入冰箱冷冻6小时左右 就可以切块食用了 那古代的孩子们有没有雪糕呢 冰里面是一定有的 清明山河图里就画着便凉街头的冷饮摊 挂着香饮子这样的招牌 而冰沙也是古代非常常见的一种冷饮 我想这一份冰爽的西瓜冰沙 想必也是那时海盆最大的快乐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享受美食制作的乐趣 像个孩子一样快乐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方式尖为 华月 墙 枇 满满的幸福 显花过彩虹